明星全力榜人气榜是衡量一个明星的受欢迎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,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,因此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,都希望自己的爱豆能上榜。 今年七月份的榜单已经出来了,王俊凯,李一峰,蔡徐坤,迪丽热把,赵丽颖等都有上榜,首先,最近因为休假而空降热搜的赵丽颖,人气有点下滑了,排名在十名开外,只排在第十二名,赵丽颖一直都是拼命三娘的形象,拍戏代言从来没有忘过,难得有一次休假的机会,却被人猜测身体状况堪溜患有心脏病,脑血栓,还有传言说是已经怀孕了, 放假是为了养胎,明星也是普通人,正如领保自己说的,累了休息不是很正常吗?希望领保能好好休息,期待更好的你回归,每次的人气榜都是杨胜因衰,前十名绝大部分都是男明星,这次也不例外,迪丽热把是唯一一名进入前十的女明星,今年迪丽热把的排名一直都还不错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前十,迪丽热把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女明星了, 胖迪现在还在拍摄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,相信这部剧上架后,迪丽热把的名气能更上一层楼,进入人气榜的男明星都是小鲜肉,果然在娱乐圈年轻就是本钱,年纪大了可能名气还在上涨,但是人气却开始下滑了, 李一峰算是自立最老的了,人气榜排名一直在第二,第三名徘徊,地位还是很稳定的,李一峰现在正在拍摄《这就是灌难》,预计八月开始开播,只是节目组的比较低调,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透露出来,等这部综艺开播后,不知道李一峰的名次能不能登上第一名呢? 第二名的是蔡徐坤,蔡徐坤可以说是今年内人气穿升的最快的一位,参加了一个综艺后,感觉像是一夜爆红,突然间到处都是蔡徐坤的名字,人气像做上火见识的,人气高得吓人,而且热度一直不解,已经不止一次登上第二名了,蔡徐坤刚发布的首张个人EP1,在十分钟内评论突破9999加,上线当天评论突破40万,其中扑了单许评论, 突破25万,截止目前专辑评论,已突破50万,这成绩说是一线明星也不为过了,第一名就是三小之里的王俊凯,其实这也不算意外,王俊凯可以说是包满了今年人气榜的第一名,近几年TFBOY因为学习等缘金,三人已经很少一起参加活动了,王俊凯上大学后,时间上比较宽松,是三人中最为活跃的一个,最近录制的中餐厅反响不错, 吸粉能力杠杠的,另外两名成员一样迁徙,和王俊人气也是相当不错的